来这是目前S1的雕刻家飞行家 白菜布啊 S6的一个飞行家 舞女 这个舞女的话 他的一个毛女和舞女是打的比较多的 小九牛仔 这是好像目前S1的牛仔 这把犬者的配置很高 但是他们这套阵容的一个稳定性不太好说 飞行家来救人问题倒是不大 但是第二波救人打架 牛仔这个点可能就比较难确定了 来这边追调九师 第一波九和尚 移行两秒钟之后好 跟进距离 来金刀给到调九师 主要看调九师这边怎么应对啊 因为雕刻家的雕像 其实现在封住口子 调九师是没有操作空间的 看到了吧 这就是S1雕刻家的雕像 他的一个雕像只要够准 其实跟小提琴啊 跟一些就顺发型的 这些技能的监管者是一样的 穷者是没有操作空间的 你只能是 在一些可以博弈的点就跟他博弈 有些点你已经博弈不动了 对吧 你要么吃刀 要么吃假的 这轮调九师进了地压室 飞行家这边的话中场 不救 我觉得不要救 救了 给雕刻家二接 后面就是吹哭拉朽 不救嘛 机会灭 说实话也很渺茫 他这波雕刻家大概注意到没有 雕刻家过来 逼身位的一个时间 拿捏的就非常好 刚好这边你要救 那就是过半 秒救 或者鸡鱼就过半以后 差不多 没多少钱你就要救了 那么如果你不救 我就追着你打你的队友 这边也过不来 这波呢 有点可惜了 对于雕刻家来讲 就是没有能打一个双岛 如果打一个双岛就比较舒服 但是他这边可以干嘛 待会儿投坟场回来 来看看能不能瞄一眼 这个飞行家 因为飞行家主要出来的吧 你不可能永远躲在地压室吧 你出来的时候一个坟场 有没有 那这边应该是应对牛仔了 因为牛仔已经到正面了 雕刻家 这里处理牛仔的话 六个雕像 一轮还行 牛仔这边的话飞轮 哎呦我去 这个移行应该不舍得交吧 牛仔这边还不放弃 还不放弃 有一说一 我觉得牛仔这波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局求者已经是面临崩坏的一个局面 已经崩了 你也只能就是这边过来 对吧 赌一手 赌到了呢 这边把这个局面打回来 赌不到呢 下一把再努力 这里一轮叼下 交一行吗 因为这个局现在只要形成击倒就结束了 交一行的话 这边形成击倒就结束了 牛仔飞轮敲掉了 你有什么操作空间 你没有操作空间 你没有操作空间 你没有操作击倒以后 这边武女能救下人来吗 飞行家是肯定不可能的 武女能武女一夹加一刀 雕刻家手里面 怎么的少说出四个雕像 对吧 我不打你飞行家就不错了 来 接着给到飞行家 三二一 刀 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 只是 我觉得他会倒而已 现在的话一轮雕像补一刀 这就是S1雕刻家 点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